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拿到permanent绿卡就过日子了 突然告诉说对不起 你的EB5 fail了 完了 可是我孩子也上学了 也都安顿在这了 你说这钱这个损失谁来付 他们说也许这个program的设立 也许就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说 把这个钱转过来 来加入这个program 起码有五年签证吧 你有五年的签证 然后在签证期间你再去解决你的投资移民问题 或者还是你的新的这个其他的program移民问题 我是想请教你啊 咱们先从投资移民来说 现在投资移民是不是现在的成功率越来越低了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数据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根据移民局的官网的统计呢 526的批准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 那蛮高的 蛮高的 这个829的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批准率 也是维持在90%以上 你说多数人只要进入了这个程序之后 还是会被批准的 会被批准 但是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这个 这个我们回过头讲一下这个EB5设立的初衷 这个EB5当时设立就是为了您刚才讲的 是为了创造就业 对 那么其中这个就业呢就分两种了 一种呢是你新的这个企业 一种呢是拯救 这个处于破产边缘的这些企业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South Dakota的一个 这个牛肉加工厂 这个一个有35个中国投资人呢投进去 这个牛肉加工厂呢 他也去 钱全部都弄来了 但是钱全部到位不到半年宣布破产 加工厂不算破产 宣布破产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fail了 所以现在这个case呢 变成了一个集体诉讼的case 还在这个进行当中 那么这个中国的投资人就说 你们是欺诈 对吧 那是啊 你们是 你们都准备要破产了 你还要我们钱干嘛 对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 有很多的一些issue在里面 说你有misrepresentation 对 有materially这个 misleading misleading在这里面 这个东西呢都是很arguable的事情 是 因为 因为来讲 他本身这个企业是industress 也就是说financial stress 就是说非常的处于一个财政的困顿状态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啊 王女士 在中国的投资者们认为 我移民美国 我既然移民美国的移民法是联邦法律 你现在提供给我的eb5的这些所谓的创业 这个就业这些eb5这些program 认为是得到政府背书的 没有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物件 对 我就发现很多的在你任何一个大的城市 你看到那些这个移民中心或者中介们 他们大的广告是政府program 政府这个承诺的如何如何 但是这问题就来了啊 现在当然他到了美国他知道了 eb5跟美国政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没错 但是问题是这样 当你联邦政府的移民局 你承认这个program 而且你让那些申请投资移民的人 去投资这个program 政府有没有连带责任 对了您说的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好 那么其实呢也有诉这个联邦政府的 诉USCIS的有一个案例 但是问题呢 我相信这个案例他赢不了 他不是诉说是联邦政府这个立法 或者说已经变成了法律来misleading他 不是 他告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但的拒绝了我的这个petition 但是他那个项目呢是因为什么呢 是移民局说他是这个项目有materially changed 也就是说有重大的改变 比如说你换项目了 原来跟我申报的项目不一样 对 比如说就像这个牛肉加工厂嘛 那么好了我钱投到这个牛肉加工厂 这个bankruptcy了 那么假如说这个钱能退回来一部分 或者是退给他了 当然是没有 那么假如说退回来一部分 或者他投到另外一个项目里面去 能不能算是他继续continually invest 这个东西他中间时间是有差的 maybe not 第二个他的身份不可以automatically extend到那里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纠结的一个地方 就像您刚才讲的 in reality 从现实上来讲 人家拿了临时旅卡 也在这买了房子了 孩子也上学了 我们全家都安顿在这了 突然这个项目fail了 那我们这个临时旅卡变成是depotable 不要说是可以说拿正式旅卡 而是在这里待下来 都非法了 都非法了 那么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在这个移民局的这个立场上来讲 包括国会立法上来讲 他其中就讲得非常清楚 说你们的这个investment 必须是at risk 一定要承担风险的 但是我们又讲到现实 你如果说把这个项目的风险 你告诉投资人 恐怕投资人一毛钱都不会投 所以这个项目的推涨方 包括这个South Dakota的这个地方 你说他有欺诈吗 你也很难讲他是恶意蓄意去欺诈 他只是try to save这个business 但是他缺钱 缺钱的时候银行是不会给债贷款的 那当然了 对吧你已经是快支不抵债了 我银行再投钱进去 那岂不是打水漂吗 那么好了他就包装成EB5项目 然后他在这个包装项目 他肯定要隐瞒或者说他不经意的 要回避他财政上陷入困顿的某些状况 他不可能完完全全就告诉你 你钱投进来肯定会打水漂 或者90%会打水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谁会投呢 但是问题是这样 所以你说 所以就是说 那个移民局的argument就是说 法律上讲得非常清楚 你这个钱必须是at risk 我才会审核你这个项目 同时我才会审核 你这个投资人的at risk的这张绿卡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既然是high risk的话 那也有可能你拿到临时绿卡 你就是冒一个很大的风险 你拿不到正式绿卡 而这一点移民局是无法给你guarantee 说你有了临时绿卡两年以后 我一定会给你正式绿卡 没有 没有这个guarantee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中国投资人去苏联邦政府 no way 你很难能够打得赢 你这个官司就是很难得赢 而且还有一点 在这个推销EB5的项目过程当中 很多这个项目方 有意无意 包括中介 就是故意不disclose这个risk 没错 因为他一disclose没有人投 那么他故意不说 甚至就是像您刚才讲的说 我有政府的sponsorship 或者是有政府的backup 而当地的一些政府 像这个South Dakota这个政府 包括他的governor 跑到中国去 推销这个东西 还推销这个东西 他当时呢是叫做这个 州政府有一个部门 叫做这个旅游和州发展局 现在是叫做governor的经济 经济发展办公室 那么他们的官员 还为这个项目去站台 说是我们这个South Dakota 这个牛肉加工企业 至少这一家企业 有着不错的前景 但是现在缺乏资金的投入 如果说你们投入资金的话 可能有很好的回报 当然他讲的是 可能有很好的回报 那么在这个招股说明书里 他也写了是high risk 但是仍然避免不了 今天的这个lossot 他之所以这些35个投资人 要去lossot 并不是为了那个50万 当然很多人也是为了 那个50万回来 你耽误很难时间啊 但是都已经bankruptcy了 你想想你就是告赢这个官司 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你这个钱能拿回来吗 是 好 这是经济上的考量 但是那为什么仍然要提出这个集体诉讼呢 他们提出这个集体诉讼唯一的目的 是利用这个诉讼的 还没有结果出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这里合法的 或者是让移民局可以temporary 一年一年来renew他们的那个临时的 临时的绿卡 这个绿卡 这才是问题的这个关键 EB5 其实EB5的您说过 EB5的初衷是好的 没错 希望说我们有一个避零破展的企业 或者有一个新的企业 外来投资来 不仅可以让你企业发展 也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 好 可是问题现在 所有问题都出在EB5上 对 因为EB5呢 之所以出问题 其实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钱的问题 但是最关键最关键 我个人认为 还是就是说临时绿卡 转正式绿卡的 这设了一道门槛 我们说假如说没有这一道门槛 哪有时候给你一张绿卡算了 就给你一张正式绿卡 可能反而后面没有这么些啰嗦事 就是你投了50万 我不管你这个成功 没成功 反正你投入的钱是真实的 你的资金来源也合法 那我现在给你永久性的绿卡 至于是后面项目费了 因为它不存在说两年之后 他身份变黑的问题 那就没有这么多纠结 您说对不对 他就说我钱打了水漂 但是我至少有一张绿卡 我也就值了 对很多人来说 那就变成了真是50万买张绿卡了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实际上这个性质 还是不是一样 因为你毕竟不是去 你毕竟是投资嘛 你毕竟是投资嘛 而且还加了可能有这个本金的返还 加上本金plus利息 或者是这个增值的返还 但是现在问题恰恰是最大的风险是钱没了 然后绿卡身份也没了 还把时间也耽误了 时间也耽误了 所以这才让这个EB5呢 这些人呢变得那么路不可遏 是 然后同时又解决不了他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房子买了孩子买了 对啊 孩子在这儿了孩子在这儿生啊 再怎么回家啊 你怎么我怎么回去啊 我那边房子卖了才凑着这个投资管给你们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国会的当时的这个设计说设个临时绿卡的门槛又不对 因为如果说我马上就给你正式绿卡 那有可能呢造假的东西就更多 对不对 反正我只要把50万投进来 对吧 你就给了我正式绿卡了 我不用等两年 我左手到右手 这个钱我立马就想办法就套回去了 套回去了之后 我得是空转了一下 一张绿卡到手了